新加坡,郭广昌,还有马云呢,还有那几大基金,包括戴永阁啊,英国这边啊,说这会有什么样的基金,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投资,投到他们那里边了,我想告诉大家,新加坡一定会答应,一定会把他们干掉的,郭广昌系,复旦系一定干掉,还有原来民生的几个股东,像什么红旗啦,那几个人的,那几个家人,还有现在澳大利亚,那几个人的,那几个家人,还有现在澳大利亚夺的几个人啊,都可能要被弄回。 那么现在戴永阁,现在老共已经派了几个人跟英国政府商量,要把戴永阁,包括戴永阁的姐姐啊,戴秀丽啊,包括老戴的东北帮圣金银行的,跑出那些人,包括跟李友,包括李友的女儿,在外面,李荣都会被弄回去,现在北大帮要没落,复旦帮要被干掉,那么战友要问他说,你现在你有很多钱,在这些基金管,那完了,那几大基金已经都跑出来,都在新加坡待着,包括戴永阁, 那江志成的那几个人,都要被弄回去,新加坡就百分之百,戴永阁这帮人,一定也会弄回去,可能时间只是长短的问题,也可能迎天,也可能两三个月,是吧,但是要求听出是二十大以前,必须弄,所以说这是很可怕,所以说战友们很多还投了他们的基金钱,戳不回来,包括深圳的几个,马明哲,马明哲的所有的钱财,大部分交了,但是想藏了不少东西,马明哲随着 田惠宇,田国立,康点,民生,那这几个系列,还有马云系列,都会被清算,现在跑到了在英国的,在新西兰的,在澳大利亚,在加拿大的,全部被在清剿之内,听说啊,中共已经下了决心,那硬核,拿国家什么可以交换,也要把他们交换回来,听说设计到几十万亿啊,够给共产党卖棺材的了, 所以说回答战友,如果你投了这些基金呢,记住刚才我说这些啊,并不包含强,赶快撤,还来得及,这个必安的赵长鹏是共产党洗钱藏钱的一个黑窝,一定把他都断了,最近要对他国内的亲朋好友家人全面采取行动,你说现在共产党内部呢,是核酸,当成产业了,可怜不,还有现在共产党内部现在斗争,绞入基石的,北戴河之后,听说共产党的讲述没讲成, 大家都是波涛汹涌啊,都没安全感